女性们都喜欢保持身材,有时候为了凹凸有志,的身材坚持一个月不吃主食,尽管面对着自己非常喜欢的食物,但是她们也只有拍照的份,不能有过多的非凡之想。 而往往有时候期望越大失落感越大,明明想要保持身材,不便确瘦成了皮包骨,像郑爽,陈鲁玉,还有今天的梁多诗,都知道郑爽为了拍戏曾有一段时间瘦得容颜大便,一双腿一肚被比喻为这筷子。 还有陈鲁玉,作为声明的主持人,她同样是为了保持身心,减持多年的省吃点用传统,最瘦的时候同样是令人感到怜悯,相比较前面两位梁洛士却很喜欢美食,她近日在微博晒出美食,每到一个地方,她都会第一时间探访当地食物,以此来回馈自己的嘴巴,面对着满满都是美食的诱惑,梁洛士成了滴滴道道的吃货, 早前还有陈内好友让她少吃点,毕竟作为模特的她还需要保持形象呢,然而从照片来看梁洛士不仅不用减肥,还需要增肥呢,因为她实在是太瘦了,比起郑爽和陈鲁玉还要瘦得多,仿佛一阵风刮过都能把她吹跑,不知道这种瘦,是不是与昔日的男友有瓜葛,毕竟为了她生了三个孩子,还没有被取进门, 最后还被甩开,面对着感情不如意,却她没有被击垮,反倒是话悲痛没力量再次付出,此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消息,不入豪门并非自己的最后出路,我还有着自己的事业,做一个女强人同样活得很,精彩, 如今的梁洛士确实如她想象那般发展,只是这饱瘦的身材有点不添光彩,希望不要把美食当做拍照来看待,而是真真实实的不去让嘴巴和肚子吃亏,那才是无忧无虑的精彩人生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